8月19日美国联邦能源监察委员会开绿灯 批准,股神,不非特进一步增持西方石油 Occidental Petroleum,美股代号Oxy的申请 巴棍 Berkshire Hathaway 美股代号,Break A,对西方石油的最新持股上限 获调升至50%,比目前的持股量 仍有多于一倍的增持空间 消息立即刺激西方石油股价急涨 当晚升幅接近一成 适逢油价,在较后时间足底回升 两大利好消息协升之下 西方石油股价,在创今年新高 纽约旗游从2020年4月跌至负值结算 至今已经升了无限倍 虽然250天线在过去数星期几度失手 野来转世回落而云 但在22日单日转向回升之后 250天线以获修复 技术走势上,油价今年8月的低位 跟2021年10月的前浪顶十分接近 已成为极为重要的好淡分水岭 虽不一定代表有强劲支持 但拉边做好至少进退有据 油价上升固然利好西方石油 不非特的不断增持 又间接成守护西方石油股价的另一理由 过多月前,国际油价受到市场对经济衰退的担忧而出现深度调整 不者曾赞文建议把握西方石油 受累于油价下跌的机会趁低吸纳 并以54元作为入市标准 然而,虽然油价在那段日子的确回调 但该股股价先后,在7月12日 7月14日,及8月5日 均在跌至56元水平便立即回升 并没跌至54元 事后得知,原来不者买盘 竟然是被不非特 行住,巴郡同样在趁油价大跌的机会 扫入西方石油 油价的升势虽然对西方石油有利好影响 但不者相信对油价上升的预期 并非不非特持续吸纳西方石油的主要原因 一来如果纯因看好油价 还有其他可以分散风险的选择 无需读买西方石油 虽之短时间内持续不断 在市场大首数入单一股份 会令买家入市成本大增 并非一个华算的选项 二来,今次不非特数入西方石油的态度十分积极 跟以往施施然的入市手法大不相同 上文所指比不者更为进取就是一例 当然,不者在等后入市的过程中亦非白等 月来沽缚等接货 以赚取接近二元的期权金 及至上周五西方石油股价出现上升突破 才决定改于六十八元追入 递及此前收取的期权金 七除八扣后 以不高于六十六点五元的平均成本持有股份 至于为何不非特不断掃入西方石油 坊间已有不少猜测 不者无意再加意见 反正,禁易被人估到就不叫股神 不者只相信,看好油价本身并非主因 于是者,油价上升只是有助西方石油股价上升的加成 在油价持平甚至下跌之时 才是西方石油显露其真正价值的时机 从俄乌战事开始以今 国际油价变动不大 但西方石油股价已经升百分之九十 远远跑赢其他油企 例如亚柏奇石油ABA Corporation 美股代号ABA学牌Shell 美股代号Shell 今天西方石油股价再情突破 对不者交易系统显示 在跌破五十元之前很有机会先试一百元 之后的潜在上空间更是难以估计 所以就算已经升了九成 入市值博率仍高 行 Cow 多多 Kelvin 行属 有论